美国一男子爆出惊天新闻,他自称是被上帝遗忘的人至今已经活了三百多年,他经历了各种时代变迁,他没有一点身份记录,美国当局准备将他赶出国门。 他的传奇故事一直被人们传说,甚至一些宗教人士也前来拜访他,现在他是一家健身俱乐部的老师,他的身材非常好,一点都不苍老,人们非常惊讶,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相信这一切。 他的妻子也对此不得而知,他自称是上帝遗忘的男人,有着不死之身,他的老婆貌美如花,甘心嫁给这名三百岁的男人,因为每天晚上他们都很快乐。